血色 白漠 Stevenage 現在了ывает 這邊了 下午 現在 我們當時在XX的診所 註冊室 然後護理師在幫我女兒餵食口服塗上疫苗的時候弄掉那個針劑 然後針劑已經破裂了 他還一樣撿起來隨便用衛生紙擦個兩下 就繼續往我女兒的嘴巴裡塞 但是當時看到那個針劑的時候 已經有明顯的玻璃裂合了 然後他的速度非常的快 感覺很熟練 我們不清楚 但是他就是立刻把我女兒的嘴裡就這樣塞進去 掉下去的針劑應該是就是不能再用了 然後但是他還繼續這樣子用 然後被我們發現之後 我們很明顯的看到裡面就是有一公分大小的玻璃碎塊 然後他還一直變成說沒用 之後他並沒有趕快就是幫我們找任何的就是處理的方式 或是方法 而是先來找我們求情 應該要先處理我女兒的那個安全的狀況 然後我們是自己趕快跑到兒科的診間 然後大概說明跟醫生說明一下剛剛發生的狀況 然後請醫生先檢查我女兒的口腔有沒有碎掉的玻璃 然後看有沒有傷口 然後麻煩醫生開力就是拍攝X光 然後我們就立刻上三樓去照射X光 就是跟我們說這方面我們一定會負責到小朋友的安全 然後我們一定會負責他就是不斷的重複這一句話 然後後來是我先生要求說想要有一個書面的那個單句 然後他一開始還根本就不願意打這些白紙黑字 說於XX為就醫為新一年免掛號費 就這麼一句而已 然後就是簡單的資料然後加這一句話 我们希望是呃呃呈现完整的事实 我们并没有要他造假什么的 只是把事实完整的经过就打在上面而已 以及你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当然不能接受啊 他们当初只有说 哦我们只是复得就是小朋友之后的呃 后续健康的问题 一开始是说这样 然后我们想要听他说的更多 他才又说我们会负责小朋友一年的挂号费 可是一年的挂号费到底算什么 至少连医疗费用也要提吧 如果他最后真的受伤了的话 而且没有人可以保证说 他就是口腔内或是体内有没有残留玻璃碎片啊 我们原本是那么的相信医护人员 而且小朋友的安全应该要放在第一才对 而不是自己的名誉 那位护士应该 没有执照的资格吧 希望能够吊销执照 因为这样子的安全任何一个长辈都不会放心让他去做任何的治疗 今天早上我们有请我卫生局的同仁到诊所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了解 经常呢这个护理人员确实是值登在该诊所的一个护理人员 那他也承认呢就是没有依照那个标准作业程序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医疗辅助业务 那我们将依护理人员法第35条 予以处那个裁处 停业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一个那个处罚 另外呢在针对诊所的部分 我们也将依医疗法第57条进行一个裁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